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2597集 张先生 我所知的都已经告知您了 那我儿子的事情就有劳您了 放心吧 我既然答应了你们 就一定会履行承诺的 小胖大波一家文言 连连地冲张凡表达谢意 对了 此时过后 有关于我儿子的事 还希望张先生和这位老先生 不要对外宣扬 我的实力目前还敌不过仇家 我担心他会对我的儿子 再期待心呢 小胖大波对张凡和武军 微微抱拳 武军则随口问道 你儿子种的是古毒 应该是我们 巫师一脉的人对你们出的手 能把三中古毒完全地融合 证明此人在古术方面的造诣颇深 我能不能问问 这人是谁呀 此人在你们巫师一脉 颇有名气 他正是 枯井村枯荣 听到这话 张凡和武军眉毛同时一跳 互相对视一眼 小胖大波则再度叹息道 唉 现在枯荣两方面的实力 都是第三境第八段 我不是对手 这个情况张凡也了解 不过由于和小胖大波也不熟 所以张凡并没有接话 好了 你回去拿解药吧 好 我马上回家拿解药 然后送到这里吗 嗯 去吧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不打扰两位吃饭了 有什么事 您再吩咐 小胖大波又冲张凡抱了抱拳 而后众人便都是离开 包房里 再度只剩下了武军和张凡 张先生 那夺取真龙伟之事 需不需要我帮忙啊 暂时还不用 如果有需要 我给你打电话 成 最近村里面的生意怎么样 非常好啊 供不应求啊 村民们也都变得富裕了 已经有好几家都买了车子呢 武军满脸笑意 张凡也替他们高兴 饭快要吃完的时候 王洪侠便把那三种解药送了过来 跟王洪侠寒暄两句 二人互留电话 张凡便让王洪侠离开了 张凡本打算明天离开 可因为王勇的事情 计划有所改变 之后的三天里 张凡一直在为王勇配着解药 这期间里 唐庄老头给张凡打过两次电话 这两次张凡都接了 张凡告诉唐庄老头 他在外面有事情要办 过几日便回 唐庄老头 也就这么被张凡给搪塞过去了 这里也用不到武军 而且部落里 还有事情等的处理 所以第二天 武军便离开了 第三天晚上六点 张凡终于把解药配了出来 他拨通了王洪侠的电话 让王洪侠带儿子王勇来酒店里 张凡当着王洪侠和小胖大伯的面 将王勇身上毒素给去除 两人都是高兴的不能自己 兴奋过后 二人再度向张凡表达了谢意 随后 小胖大伯说道 张先生 有关于真龙伟的事情 您考虑得怎么样了 来都来了 总得尝试一下 要不然的话 对不起我这一份心血啊 嗯 这倒也是 小胖大伯轻轻点头 他可以理解张凡 这时候 王洪侠也主动请英说道 张先生 小胖大伯甜甜嘴唇 他一时呢 还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来处理 你对我说的 有关于会城牙柄警区里面的情况 就算是我救你儿子的报酬 别的就不需要你帮忙了 先生 这 小胖大伯的脸上闪过了一抹歉意 不过张凡说的这样的处理方式 对小胖大伯来说 是最为有利的 哼 王洪侠冷哼了一声 瞥了一眼小胖大伯 在王洪侠的心里 无论张凡想干什么做什么 只要他们能帮忙的 都应该伸出援手 别说有损自身利益 即便是搭上性命 那又能如何呢 如果没有张凡 再过些日子 他儿子便是要一命呜呼了 王洪侠这一声冷哼 让那小胖大伯变得越发尴尬 张凡则笑道 就按我说的办 你们走吧 一会儿我也要回了 张先生 我把我们六个人 探查真龙尾位置的直觉和咒语 都告诉你吧 你这个方法需要太多强者 即便告诉我 对我也没用 这个方法 的确对于强者的数量有所要求 至少需要六名第三斤以上强者 小胖大伯轻声地嘀咕 这其实也不是什么好办法 倒是个笨办法 有些事被公办的意思 好了 没事了 你们都走吧 一家三口再度向张凡表达了谢意 而后便离开了张凡的房间 争夺真龙尾 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办完的事 如果张凡不拒绝小胖大伯帮自己 争夺真龙尾 与小胖大伯合作的事情 另外五人恐怕很快就会知道 站在那五个人的角度 小胖大伯便等于是背叛 五个人必定会与他起冲突的 从视频来看 那五个人至少有一个人和小胖大伯势力相当 一旦有了冲突 恐怕小胖大伯是性命未夷 而这也是张凡没让小胖大伯 记录的最重要的原因了 小胖大伯不记录 同样也不会对那五个人说什么 那五个人便不会过多管主会成雅柄警区的事 毕竟 当初他们六个第三竞强者联手 都不能夺得真龙尾 张凡这等实力弱之人 他们根本不会放在眼里 挣脱真龙尾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 在得到更多线索的同时 还得保住性命 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 张凡便启程飞回到 惠城雅柄警区 刚从警区出口里面出来 早已等候多时的唐庄老头 快步迎了过来 张先生 您回来了呀 可想死老头子我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